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阿里夫博览馆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阿里夫博览馆第三弹部分 继续我们的主题是港铁甲万能核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朋友好 这盒是超合金云的PX-01 出了大概有17年左右 它有个贴纸 这个贴纸就是贴在台座的这个位置 但是我还没有贴纸 现在兜甲仪就坐在朋友好里面 那铁甲万能核 一定要这个朋友好才可以控制到它 即是说兜甲仪就要透过朋友好才可以控制到铁甲万能核 所以呢 朋友好其实就是铁甲万能核的核心 所以我对于朋友好都蛮有一个偏爱 都蛮留意它的变化 因为每一盒铁甲万里面 都会有一架朋友好 所以呢 我会蛮特别留意它 有没有什么转变呢 有没有什么不同了 等一下我会再放近一点给大家看 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这架朋友好其实它做得蛮仔细的 首先它有一个架势仓就可以拔开 一个盖子 就这样拔开 看得清楚一点 看得到铁甲仪坐在一边 这个正面 好好的 接着呢 它的侧面 那这些螺旋掌这些位置 其实它是可以用的 可以转 就是这样的 那这些位置 其实就是胶件来的 还有 它呢 其实它的机身 整个都是金属来的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背面了 那它一点都不合格了 那它呢 做得很仔细的 这里后面呢 有一些 电动了的位置 另外呢 它引擎里面呢 都有一些内部的结构 那样 里面呢 都有一些 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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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近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 都很仔细的 做得 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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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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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呢 它做得挺尖的 的 挺sharp的 那呢 那呢 好了 好了 现在回到正面了 那之后呢 就会整个朋友好呢 再拿起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那 兜夹而 离开了架势仓 那我们去看清楚少少少的架势仓 那大家可以见到呢 有了这些 就是移标板 啊 载盘 啊 座位 那样的 那样的 刚才试过 那门可以关上 就是这样 那 那整架 都算 做得挺好的 那它底部呢 就是这样 那 有两个这些 位呢 其实就是 可以放在 台座 那两个洞 那样的 那 可以放在台座 那可以放在台座 那 可以放在台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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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底部呢 有个按针的 那 这个按针呢 我会做什么呢 待会示范给大家看啦 那它两只肌翼呢 可以放在台座 那 就这样 那 那 或者 形态上更漂亮 那 就是 朋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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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它的设计呢 都挺好的 有些可动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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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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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機艙是膠製的 這些位置是電腦的膠 所以整個東西都頗聚手 另外就是這個兜甲兒 大家不要小看它 其實它整個都可動的 頭部可以轉動 手可以動 另外腳也可以動 可以放進去 剛才坐在機艙裡面的樣子 挺帥 做得挺仔細的 又到比分的時間 都是用上一次過三個範疇來比分 每個範疇都最高分10分 最高分30分 首先講一下圓柱神碎方面 這個朋友號 在圓柱神碎方面 做得相當不錯 一個很流線型的朋友號機身 螺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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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的朋友號也是這樣 有一個機艙 有一個兜甲兒 真的做得足 另外 看看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線紋 或者加上去 所以它也是維持一個很簡潔的線條 另外 另外 做到金屬感 比較強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載具 所以 這個圓柱神碎做得不錯 這個我給它8分 另外 個人風格方面 它有沒有一些很特別的特性 擺在裡面的設計者 我覺得它是很想突出 這個朋友號的駕駛倉 這樣 所以這個駕駛倉 我覺得它是下了很多心思 去做的 譬如這些 這樣 關閉 它由打開 都很順暢 還有 值得留意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機艙 無論你在哪個角度去看也好 你呢 都是很清楚 看到兜甲兒 就是坐在裡面的情況 就算你打側這個位置 你都是看得很清楚 所以呢 它整個設計 其實就是很想突出兜甲兒 坐在機艙裡面 跟朋友好 就二合為一 所以 就 在風格上 或者 它想表達的東西 我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 我就給它十分滿分 另外 就在那個物料方面 這件東西 就 十 七年 看上去 其實都沒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一個 破損 或者那些電導 那些電導的位置 都沒有太多的 這些位置都是電導的 你看到 都是另立立的 那樣 沒有什麼做得不好的地方 所以 都 沒有什麼可以批評它 也 經濟時彈的考驗 證明它已經十幾年了 所以 我給它 都是滿分十分的 即是說 總共的 這件東西 就是獲得 28分 朋友好 之後 要為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隻 大鐵牛 這隻 就是GX10 超合金銀 同樣 它是有一張貼紙 貼紙 貼紙 就是貼在台座 這裡 好了 這一間 我都會 放近一點 給大家看 讓大家可以看清楚 一點 好 大家看得清楚一點 都轉了一個圈 給大家看一下 整個大鐵牛 其實是怎樣 其實它的設計 很可愛 有一個很肥大的身軀 手長 腳短 其實這個造型 有點滑稽 配合大鐵牛 在電視上看到它 出場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 論論盡盡 所以 設計它的外形 都是比較 好像很笨重 論盡 以一個很可愛的Q版 這個前提 它這個台座 設計到可以放上 其他配件 上去 跟這個合金銀 配件 就有兩個頭 一個就是 憤怒型態 一個就是 一個開心型態的頭 另外就是 一個打開的手掌 就有兩隻 配件 不算太多 但對於這個角色來說 其實都很足夠 好了 再轉一個圈 它有一個 大腳板 其實 整個設計 其實 跟鐵甲馬能合 是很不同的 它是一個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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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滑稽 一點的形態 出現 跟鐵甲馬能合 一個很碎氣的外表 就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或者 都拿起它給大家看看 其實 它都很重手 很脆的 因為 它那個 身體 這些部分 這些部分 和這些部分 全部都是金屬的 膠的地方 就是頭 這個 整隻手 都是膠的 這隻手 也是膠的 另外 腳這兩個黃色的位 也是膠的 另外 腳板這兩個位 都是金屬的 所以 如果是金屬的成分 來說 它都算很重 幾個腿重 很厲害 它後面 這裡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 方便你按下去 換它的頭 因為 它的頭 設計 就是用一個 攝石 在底 就攝得很實 一來 這個設計 其實就想 你的頭 可以更換 方便少少 另外 就有一個可動的 設計 它可以移動 不需要一些波災 或者什麼 所以 它可以打側 其實這個 簡單得來 它的作用也不錯 另外 它可以打低一些 又可以 鬼鬼祟祟的樣子 這樣又可以 所以 其實 也挺有趣的 試一下 換另一個頭 換另一個表情 給大家看看 這個 就是一個 開心的樣子 大家不要 不要以為 它很簡單 只是 這些印上去的 眼睛 這些不同 其實 它整個 頭的 設計 有些不同 譬如 它這個 平常形態 就是這樣 厚的排列 這個 開心的形態 就是這樣 一個弧位 所以 它的設計 也挺有心思 另外 這個 再看看 這個 這個 憤怒形態 跟 平常形態 的 厚 是一樣的 但 只不過 眼睛不同 對不對 試一下 這個 很憤怒 這個 它的 手 設計 也挺好的 可以 有一個 很 大幅度 的 動 摺到 按入 也是可以的 以 這個 來說 其實 它比起 同一個 時代 合金雲的鐵甲萬能俠 那個 可動程度 就是手 這個位置 它比鐵甲萬能俠更大 當然 它是一個 這麼長的 手臂 所以才可以做到這樣 其實 摺高也可以 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可動呢 身體也可以可動 最重要是 360度 都可以 因為它沒有遮擋 所以它可以 自由地旋轉 另外 一隻腳 都可以動 這些位置 可以這樣動 好像 跑的形態 挺有趣的 它的可動性 其實 也算挺高 試試換了手掌 這樣 這樣 就這樣 這樣 就這樣 這樣 就可以了 其實它可以放到幾多不同的姿勢 是這樣的 挺有趣的 好了,又到比分的時間了 首先講講圓柱純粹 其實這個是做得相當不錯的 頭小,身大 另外有一個很肥大的身軀 另外手長,腳短 這些都是大鐵牛的特徵 它也有齊 另外在設計上 它就令它的頭脫出來 有些替換件 這個在動畫片 大家應該都印象深刻 大鐵牛的頭脫出來 被機械手當作波堤 這一點也是 所以我認為它的圓柱純粹 做得相當不錯 所以我給它8分 另一方面就是這個 風格方面 很明顯它是一個Q版的路線 增加了大鐵牛 給人一種很可愛的感覺 另外 亦都突出了它 即是一個很滑稽的外表 所以配合它 很多時候出場都是兩樣盡盡的 這個設計的人 想突出的地方 其實都做得很好 所以這個 國人風格方面 我給它10分 另外 最後就是那個 物料方面 物料的來疚性 其實都算是可以的 因為整個 例如合金 這些地方 它仍然是光亮 沒有什麼褪色的情況 另外 它的電導件 比較少去用 所以也沒有什麼養化的情況 出現 但是唯獨是 它這些手掌 它是一般普通的膠 它時間長久了 因為我這隻 扣入的時間 約莫也有14年 它有少許 膠料很輕微 有少許 立手 有少許 黏手 所以 無論這個 拳頭手 和這個 打開的手掌 都有少許 這樣的情況 但是 不算很嚴重 這裡 我扣它少許分 給它8分 即是說 總共達到26分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DC版的鐵甲萬能盒 就是為了 紀念超合金雲 是20周年已出的 不是鐵甲萬能盒 的20周年 鐵甲萬能盒 不止20周年 就是紀念超合金雲 出了20周年 而出的 這個 約莫是2017年 即是去年出的 約莫是一年左右 DC的意思 它也有寫 Dynamic Classics 就是GX70的意思 合金雲的號碼 就是GX70 這個鐵甲萬能盒 標榜的話 就是 跟足圓柱 圓案 所以 一會兒 大家要下眼 看看 如何跟足圓柱 因為它的配件 有很多 所以 一會兒 再為大家介紹 好 先看看鐵甲萬能盒 即是外觀 其實它 黑衣做得比較 纖瘦一些 雙腳做得比較長一些 直一些 令到整個鐵甲萬能盒 看起來 就好像高大一些 或者我轉了一個圈 給大家看看 其實 金屬和膠件的布置 大致上是 頭是膠 身上半部分是金屬 這裏是膠 褲位是金屬 這裏是膠 這裏是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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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膠的分配 大致上都是差不多的 在電視的角度 轉了圈給大家看 這裏是幾乎的 動畫裡的圓著版本來製作 朋友好 他就用了這個 翼的版本 如果你要喜歡 羅旋掌版本 另外要買找少許 限定的配件,有螺旋杖的配件 螺旋杖我沒有買,所以無法展示給大家看 留意,這個朋友號 他這次用了透明件 這個就是他 生產早過Metal Build的 但他這個也用了透明件 為什麼Metal Build又不用透明件的朋友號呢? 這個也不知為什麼,或者設計的問題 這個朋友號,如果要放在頭上 要換件 好了,朋友號就換了件,沒有一隻翼 收起來了 就放上這個位置 他這次在朋友號和鐵甲馬的頭上 加了攝石 所以他其實放進去的時候 就可以攝著它穩固 這樣也不會掉出來的 這樣吧 這個設計應該是比較新的 以這個尺寸的合金來講 其實Bandai 今次 我都將幾多新的意念放在這盒 這盒金裏面 譬如說 這個定台 除了是地台之外 其實它 可以把開 收納了那些 結格萬能的 Pax 手掌 朋友號的 有些配件 飛彈 配件 另外 它也有一個 鐵甲萬能核 面部 不同的 它那隻眼 沒有著燈 即是沒有上色 就用來 表達 這個鐵甲萬能核 那個 朋友號 還沒降落 那個時候 那個形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眼睛 是沒有金色的 跟這個 有少少不同 我們先往前一點 看得很清楚 一個眼睛 是上了金色 一個是沒有色 這一個 就用來 朋友號還沒降落 的時候 表達 他就是 未開始 可以活動 這一個 換了之後 就是朋友號降落 之後 靜眼 著了 燈 或者光了 那樣的情況 它也有一個 飛役 就是這個 形態 就是這樣 這個地台 也有些配件 可以 讓你放上飛翼 上去 這樣 我把飛翼拆掉出來 給大家看看 大致上 就是這樣 其實呢 這個飛翼的 有很多的設計 這個就是 它還沒跟鐵甲蟻合 合起來 這個位置 打開的 這樣 這樣 就 都 跟 圓柱的 都挺接近的 那 Durna 這些位置 就這樣 做得簡單 一點 那就 這個 這個位置 它就有些 這個翼這個位置 它有些配件 這樣 這樣就可以 這個呢 我就做了它 這個配件 你有沒有拍到 它有三個 射飛彪的位置 你拆了這個下來 就可以換一個 這個呢 就是一個平的 沒有射飛彪的位置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的設計 就 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後面也是一樣的 後面這個呢 都可以裝拆 就是這兩個位置 那這裡呢 就可以射飛彪 那這邊我都裝了 可以射飛彪的位置 那就是說呢 它都可以選擇是平的 沒有射飛彪這個位置 都可以的 這個 都做得很仔細 這個飛彪 這個鐵甲萬物盒 和飛彪合體之後呢 大致上就是這樣 這個 在飛彪的形態 就是這樣 好了 它和飛彪合體之後呢 就是這樣 那麼就 比較傳統一點的那個飛彪的設計 那麼這兩邊呢 就這樣 直了下來 這樣子的 顏色就沒有那麼鮮豔 這樣 沒有了 基本上的 即加物料有 就有了 這樣 有時候鐵甲萬物盒就合體了 那麼 跟飛彪合體了 那就 好像比較好看 這個形態呢 就幫它裝上了一些武器 這個 就是手肘屈上去 那麼這裏可以發射一些 針撞的 好像 像飛箭的東西 另外呢 這一個呢 就是那個 飛拳的那兩把刀 那麼它也有送來的 這樣 那麼 另外就 肚腩這裏可以射飛彈 就好像 將近發射的 飛彈射不到出來的 那麼一個形態 那麼另外呢 就它這一個 設計呢 就 特別小小的這個腹位呢 就可以刷得開的 那麼刷得開之後呢 就可以換一個配件 下去 然後呢 換一個配件 之後呢 你們會看到它這個位置呢 就露出了它那個 軸位 這樣 其實這個做什麼呢 這個就是讓它 有更加大幅度的 腳的 活動的 例如它可以去到這樣 都將近90度的 方便它可能就放一個 櫃子在這裡的姿勢 即一隻腳就向即弓字步 即是類似這樣 那它也放到的 即現在我沒有時間放的 放得好一點 其實它就可以 即是鬆開手 這樣它都可以的 這個就增加了它那個 可動性 和那個 一個新的設計 證明它就其實都放了幾多 深思 在一個鐵甲蠻蠻蠻蠻 身上 這樣就出來的效果 都不錯 挺好的 你看它的上色都挺好的 就是這些 這些電鍍的藍色 其實 這一隻的 車合金 我想都累積了 它 電帶 出了很多 鐵甲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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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雙胗是要直的 雙胎是要直的 雙胎是一路一直直的 通常膝蓋會一直闊起來 比有一個比較穩的感覺 但雙胎是沒有的 雙胎是一直直的 這個位置與原柱很接近 另外這些雙胎是用側面看似一個梯形 以前的鐵甲腕盒的腳都是這樣 手也是這樣,手很滑,一直直 頭兩邊的角是比較尖細和長的 這也是沿著鐵甲腕盒比較接近 或者大家可以去一本介紹書 大家可以看到,沿著鐵甲腕盒兩邊都是比較尖細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小時候看的動畫鐵甲腕盒 不過這幅圖其實是說一些顏色和分布 但你也可以看到它,腳一直直下來 摺腳就像是三個梯形 整個看起來很瘦身 這個應該是最接近圓柱 所以我給它十分,滿分的 第二樣東西,有沒有一些個人風格很特色的東西 放在鐵甲腕盒中 它也是有的 譬如說,它一方面很重視忠於圓柱 但它也將合金雲的可動性和關節 將成果放在這個合金雲中 所以它雖然忠於圓柱 但它的可動性依然是這麼高 外形都頗盡浪,高高大大瘦瘦長長 所以這個就是個人風格方面 我給它九分 到物料的內疚性方面 看起來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而且它本身已經推出了一年 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知道 唯獨是它這些地方 一樣是很尖 玩的時候,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另外它有些電動了 這些紅色的位置 要再過多一段時間 看會有些退色的情況出現 暫時來說應該沒有大問題 所以我給它九分 總共加起來就是這個28分 或者再說多一點 在這一盒DC版的合金雲中 其實它有一本的介紹書 其中有一頁就是這個 想讓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鐵甲馬鈴 這個就是永井號的懸岸 其實這個半邊身 它的機械內的構造是怎樣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鐵甲馬鈴的頭 面很闊 頸很粗 一看下去 其實是否有點像 上次我們看UniFi的大膠 大膠的背景 對嗎 都很像的 頭很大 身很闊 手很長 腳很長 所以上次的大膠 我都比它很高分 可能它是原設定 可能在後期的時候 它呢 尤其是認得它更加俊 但是呢 開啟的時候 其實鐵甲馬鈴也是這樣 好了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合金雲的GX08 就是愛美神 鐵甲馬鈴的朋友 有啦 那它呢 就一樣有一張這樣的貼紙 就貼在一個台座的這個位置 就貼在一個台座的這個位置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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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稍後呢 就會再 Zoom近一點 讓大家看清楚 其實呢 就 愛美神 它本身 那個 Parks 就不是太多 就 有兩支飛彈 另外 它那個 放在空前的那個 有一個愛美神飛彈Parks 另外呢 就有一個發射到飛彈之後 飛彈後面的那個位置 這樣 那另外呢 就 有一個 台座的一個 站 即是 支援著它 另外一套 替換的手掌 以及這個 握拳的手掌 這樣 這樣 其實就是這麼多 那 就 這一隻的 愛美神 呢 其實呢 它都出過 有不同的版本 有前期 有後期 有後期 那樣的 我這個呢 那時候 約莫買回來的時候 就是2006年左右 那 我想也是比較後期的版本 應該就是 那 它這個呢 就 做得 都算 做 OK 那 它是這些關節位 那 全部都是 一個 金屬 塑 那 其實呢 它這個呢 就是金屬的位置 例如 它這兩隻腳 整隻腳都是金屬的 手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都是金屬的 這些位置都是金屬的 這些就是膠 反而 身體這些 就是膠 這裡呢 就是金屬的 頭也是膠 那 它的頭罩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可以打開的 這樣就可以見到 駕駛員了 稍後一點給大家看 一大以上是這樣的 好萌 對 這樣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這樣 這樣 好 再上去 那 可能日子有功 那 那個 透明件呢 就有少少 好像 模糊了 那 應該 賣回來 最初的時候 應該是清晰一點的 那 這個不要緊要 但是其實 看回它那個 身體的顏色 那些感光 沒有什麼褪色 應該都算可以的 那 那 愛美神 這些呢 這些位置可以動 手掌這些位置可以動 另外 另外一個頭部可以動 那 其實呢 它那個可動的程度 都算是挺高的 那 那 石頭哥這些位置可以動 另外一些腳位這些都可以動 那 那 它呢 就全部栽位 即是手和腳這些位置 全部栽位都是用金屬來做的 那 這個呢 就 轉個圈給大家看看 那 那 其實它 之後呢 出了很多什麼 維納斯啊 其他版本的 旅角的 旅客人 那 全部呢 通通都是用完 這一種 這樣的 金屬球形關節 全部都是 那 那 那 這個呢 這個呢 稍稍 這些關節 就令到 它那個 有少少失真 那 就是看到這些 那些栽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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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可動性就變得很高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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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那 就是 ρώ 那 那 個 呢 那 那 這樣 這樣 就是 那麼 這個 射 那 反正应该没什么问题 威力仍然在 质素算是这样 有到比分的时候 在圆柱神碎方面 这个爱美神 他的头部很接近圆柱 他的身体也是简单的设计 像女生的身体 主要特征也有齐 例如爱美神飞弹 另外头部有一个很大的架势仓 面部有点尖尖 有点角色 其实这个都是爱美神的特色 他都有齐 所以在圆柱神碎方面 我给他7分 另一方面 就是个人风格 主要是圆柱比较多 另一方面 他想借着他的可动性 让他能够放多些姿势 令到这个爱美神 更加活泼一点 风格也挺明显 但是有时候 看回他的设计 各方面 譬如后面这些位置 我稍嫌他的螺丝位 实在太多了 周围也是 这个我觉得挺失真 而且他那些金属的波哉位 其实也是挺失真 我自己也认为 所以在破维风格方面 或者扣少少分 都是给他7分 到最后 物料的耐久性 其实全个工具 放了这么多年 其实他那个 都不是有很多问题 唯独是只有駕駛仓 透明件 这个位置 有少少就黄了 就模糊了 这些就是一般 膠件的透明件 其实那个 耐久性都比较弱 这里或者又是 扣少少分数 物料量性方面 我给他7分 3个分数加上 他就得到21分 好了 今次一次过 为大家介绍了 四款的 七合金魂 有朋友 有铁甲马蓝盒 有大铁牛 还有爱美神 全部都是铁甲马蓝盒 变的主要角色 多谢大家收睇 下一次 还会有这个 Path 3 为大家介绍 其他的铁甲马蓝盒 超合金 希望大家 留意收睇 还有 如果你觉得 我这部影片拍得好的话 请你给个赞 我 又或者订阅 多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拜拜